3.7星五星百华就好看 新顿府登场 常住持再次更新 钟离被打压 阿贝多有新专舞 就在刚刚 有舅舅官宣了 有关3.7星演戏 五星角色的高清建模三世图 以及头像 可以看出在配色方面 与五郎有些类似 甚至还有种希娜小姐姐的既视感 毕竟这服装文样完全是希娜 发型为单马尾 猫尾则是有两条 典型的日式JK家洋装 整体的形象看起来非常灵活敏捷 不过也有玩家表示 除了高颜值的脸蛋外 服装根本不像是五星角色 实在太素了 总之先期待下实际效果吧 根据舅舅的描述 颜猫名为猫猫卡 中文名为百华 人物关系上鱼藻秀很熟 定位是新的颜盾单手剑角色 跟迪奥娜一样 也是顿府 分点暗和长暗 但前面已经有一个钟离了 所以 这位颜猫感觉要被下毒 首先颜猫一顿量和持续时间 不会超过钟离 但可以在Q或者命之座上整活 例如命座学来伊拉和猫猫 开一九群顿 不像钟离要开大才有 也有玩家推测 可能是策划找到了新的 打压钟离的办法了 毕竟钟离这张人权卡 也是时候腿长了 而打压一个辅助的最有效 且不引起节奏的手段 就是出很多和这个辅助 类似定位的角色 使得他失去统治力 之前就有网传消息说 百华会进常驻 这下看来可能性非常大 毕竟同样是颜盾 上面有一个重量级的钟离 让百华进常驻 也是优化萌新开荒和连击体验 现在常驻缺个盾 最好是连击好用的 不得不说 最近登场的生存位角色 真是太卷了 前脚刚上线 莱伊拉草神迪西亚 现在又来了个五星的百华 五星生存三连发 还让俩去常驻 看来四点零水 国怪非常强势 最后就是百华的专舞 外观很像银杏叶 有点黎月的感觉 毕竟黎月的大多 PV都有银杏叶 也有大佬透露 阿贝多也能使用这把武器 可能会吃防御 大家觉得呢